担任一交的继承车司机杨清泉 日前从台中市区载客 邀到五日高铁站 途中看到车祸 他为了帮忙指挥 请乘客下车改搭 并且不收车资 现场灯光很暗 而且刚刚发生 警察都还没到场 我就跟他讲说 小姐不好意思 现在有车祸 我可能要去处理一下 事情过后杨清泉原本忘了这件事 前几天却接到交通大队转交的一封信 就是当天的女乘客所寄 信中不但表达对杨清泉的敬佩 还附上一百元车资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把车资寄回来给我 而且因为他也不知道 我叫什么名字 我不晓得住在哪里 而且他是寄到我们交通大队去的 我觉得 这个社会还是蛮温暖的 杨清泉说 他只是做该做的事 真正令人感动的是这位女乘客 他说会把这封信跟一百元好好的保存 也希望人人互相体谅 社会会更祥和 大爱新闻 张贵丹欧阳光辉 台中报道